第一列先把它输出了 OK,所以后面先借我一下 OK,切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其他列 所以现在的结果把它print出来 那一列就OK 那其他列怎么办呢? 关键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第二个变数 因为你如果要往下一列 那前面就不会是1了 而会是一个i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写的方法就是 就是直接在这个程式的前方 我们直接再把for tree 这一行 Ctrl C 好了 直接把它enter一下 让它到第二行 然后把它贴上 但是同一个阶层里面 不能有两个for回圈 所以我必须把下面两行 换到它的下面 下一阶的意思 所以下面这两行 请你把它选起来之后 那换下一阶 所以请你记得按TAB键 TAB键的话就是下一阶 如果你要让它 其实TAB键就是所谓的缩排 如果是Word、PPT都一样 如果你要回去的话 那就凸排 凸排的话就SHIP的按住加TAB 所以过去就TAB 回来的话就SHIP加TAB 这样子 OK,所以我们把它TAB一下 好,那这样的话 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回圈外面再加一个外回圈 那我这个外回圈主要是控制什么? 列前面那个数字 所以我就再把J改成I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说如果I的词 它一样会变1到9 可是它变的方式是它先产生1之后 J的话是跑1到9 然后换下一个I的话那就2 然后它还是1到9 有没有?所以一直往... 所以它等于是说 I产生一个,然后J跑9次 有没有?然后I再产生一个J又跑9次 所以内外回圈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以后处理表格资料 就不会是问题了 而且不管是Python 其他语言都一样 像现在Python之外 其实JavaScript也非常热门 其实它写法也不外乎也类似的概念都差不多 可以一样有内外回圈的概念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改 把这个I改成I 那改的方法你把它指令的掉 然后把它串在前面 我的习惯是直接拿这个来改 有没有?顺椎串 然后把这边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我先得到I 然后你把它串在一起 后面这个一样把I改成I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理论上好像看起来已经写完了 所以它一定要会先产生1到1乘1到1乘9 然后 但是会有个问题 它会全部串在同一行 所以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看一下结果 因为这个会折航 所以我把它拉宽一点点看 它其实为什么会折航? 它是因为我们这个编辑器 它会自动折航 而不是真的你让它折航 所以为了说让它可以换航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当它跑完一个叙述 1到,怎么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后面加一个换航 加一个换航的话 当然有几个方法 其实Print本身 你做一个小瓜 Print本身就是带一个换航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当它跑完一个追的回圈 跑完之后 那我就让它换航一下 然后再换到追 所以我们在最后 只需要再多写一个叙述 就是请它换航 那在哪个地方加呢? 就是在这个追回圈跑完之后 所以你特别注意 跑完之后呢 那记得你不是加在这里 跑完之后呢 就是之前跟1加299有一样的道理 你不能加里面 你要加在这个的前一个说牌 所以你按 其实你可以按Shift加Tip 应该是这样 Shift加Tip 就是凸牌在前面 然后打一个Print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Print里面你带一个空的 那就表示说它就是换航而已 因为它里面没东西 所以它基本它就是换航 如果你要带一些字的话 你就在瓜糊里面再加一下 加一下文字 好,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那个看得懂吧 那所以我是在原来的架构之外 有没有,加一个I回 就是forI的回圈 然后在当这个锥回圈跑完之后 我把它换航一下 好,那试一下 给各位看 你说它应该这样的OK的执行一下 有没有看到 那结果的话呢 就如我们预期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 它就是这个锥有没有 1到9 跑完之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应该Print 所以Print的本身就是Print的一个换航 所以换航的话就换到下一个 好,意思在推 但是哦 其实这样的程式写完 你会发现 其实应该也不算复杂 只是说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哦 这个地方哦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那个字串哦 跟变数之间 如果要把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话 其实这边 如果你希望程式更精简的话 我是建议哦 可以把它改成用Format的函数 来做一个格式化 可以让这边的程式变得比较精简 至于要怎么让它更精简呢 我们待会再看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加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加一个前面嘛 往这边改 好像就这样而已 其他也都没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